说起来周杰算是环珠可哥红遍大家的美之后享受红利比较少的 今年来留下大家的印象最深的也许是他的自变 次说自己是为何成为剧中台湾演员中的眼中 以及被自己沦为表情包红人的不满 而值得探究的是 就算环珠可哥里的台湾演员和周杰不合 但为何连同应是内力演员的赵薇也不包红成精呢 而有一次小燕子赵薇久后坦诚 开始不满环珠火了之后 周杰曾爆他的票 为求反命 原来当年周杰在综艺节目里高调除了赵薇 伤害在拍环珠时 赵薇有一场趴到泥水里 还要嘴里吐吐水的戏 最关键的一点是 当时地上泥水里还有马粪 于是周杰灵地一动 大小燕子嘴里先含一口水 这样也就不用去喝泥水了 而且戏也照样拍得逼真 不过可惜的是被当时的导演发现 随时作骂 当时这件事被周杰说出来后 让刚刚大红大紫的小燕子赵薇很是难堪 这不等于说后来叫薇喝了马粪水吗 后来向还周杰为主演成继续 周杰自然就消失了 基本上都没有出现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